牽牛花,我們就應該可以連結 它就是玄花科的 就是牽牛花這一類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目前呢 這一個乾薯如果 你既然沒有採收 在冬天的時候 就進入開花的季節 開花的話 他們很多養分 就會用到花、果子 種子、種子 就會不好 一般他們在採收 就在開花的季節前會採收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 像我在屏東的地方 我們種的乾薯 不是現在採收的乾薯 是現在才種 二期到座 說起來才種乾薯 那這個時候 乾薯就比較不會開花 這個品質就比較好 我們這邊大杜山因為會開花 我們就要搶收在9月10月開花前 來採收 那現在就當肥料嗎 這個品質可能比較不好 或者本來這個區域 是生長不好的 對你啊 它生長不是很旺盛 對 所以有說沒說 沒關係 好 這就沒收 對 現在就是 你現在就是 還做肥料嗎 我不知道 我不是農民 我沒辦法給他回答 好 老師剛剛講的採收是採收它的葉子 還是地瓜 我們一般採收是採收地瓜 因為現在葉子的話 我們如果要採收葉子來吃地瓜葉的 是不會讓它解果實的 或者我們現在跟大家告訴大家 如果你把地瓜彈去把它採來 你把地瓜的藏去採收 你把地瓜塊來採收 那幾年